花蓮市公所16号起一连三天在好客市集 举办了复客来游聊好客市集促销活动 集结40多摊特色摊商还有复古的主题系列活动 邀请到金曲奖最佳客与流行歌手谢雨薇到现场来演唱 为活动揭开序幕 而市长魏嘉贤也欢迎大小朋友 这个星期五六日可以一起来逛市集 消费满额还可以抽大奖 金曲歌王谢雨薇自弹自唱 带来一首又一首经典歌曲 透过细腻歌声来传递这温暖的情感 也为复客来游聊好客市集促销活动来揭开序幕 这场活动集结了40个摊位及摊车 包含了客家美食文青首作艺术创作等主题摊位 好吃好玩全都有 街头艺人轮班上任带来好听歌曲 许多民众还在日式老屋旁穿着浴衣 或者是客家服饰拍照打卡 让活动现场充满了浓浓怀旧风情 市长魏嘉贤也配合复古主题 穿上了花衬衫搭配经典吊带裤 完全复制了60年代造型 市长表示希望能够透过活动办理 营造出花莲特有的客家风情 藉由这样的活动不断的来办理的情况之下 让这里的客家氛围除了更浓厚之外 也能够团结客家乡亲的一个族群意识 未来我们在推动各个客家文化的时候 也能够有更有邻居力更有力量 那我们在此也是用复古的装扮 还有浴衣 那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 吸引更多年轻人 成为打卡跟观光的一个景点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这样的推动之下 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 复客来游聊在17、18号还有两天的活动 晚上6点开始是户外的欢喜亲子电影院 市长温家锦表示 只要在浩客市集消费满100块钱 就可以获得摸彩券一张 另外与市集摊商互动录影 还可以再获得一张摸彩券 这次祭出最大奖项是苹果最新手机iPhone12 在活动结束后会公开抽出幸运额 不怕来游聊赞 华联市报道